南投县议会第19届县议员宣誓就职 即议长副议长选举 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各单位主管到场官礼致议 见证37位议员的宣誓就职 议长副议长选举结果由何胜丰潘议权分别获选连任 林县长除了向正副议长以及所有的议员祝贺之外 也期盼未来能够继续维持府会和谐关系 共同合作拼经济打造幸福南投 县议会举行第49届县议员宣誓就职级议长副议长选举 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各单位主管到场管理之一 典底由中央警察大学校长刁建生 南投地方法院院长黄群明分别担任建交人与监事人 议员们首先推选连续当选八届的议员庄文斌担任临时主席 随后一同宣誓就职并举行议长副议长选举 选举结果由何胜丰以29票当选议长 副议长则由潘议权以29票当选双双连任成功 两人随即进行宣誓就职 县长林明珍表示 过去四年内县府与议会秉持府会和谐 以和建宪的传统相互合作推展宪政 期盼未来能够继续秉持这样的精神 共同合作推动宪政 一起打拼拼经济 为地方繁荣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议会 第19岁的新当选的议员的县市救主典礼 县长特地来为我们37位议员当选人 来跟他们恭喜 同时也要我们希望新当选的37位议员 能够秉持的第18届 大家府会和谐的这样的一个 和谐的精神继续为我们这个南投县 未来四年的这个建设发展 共同来努力照顾我们的县民 让我们的南投县的发展更进步 让我们县民都有更多好的赚钱机会 我们希望秉持过去的四年 继续开创未来的四年 我们也相信县政府一定会跟我们议会 所有的37位议员来合作 创造南投更美好的言情 议长何胜丰就此时指出 直届37位议员中有17位女性 无论是老资或是新概 和议长鼓励大家能够全新监督 把关训证为名喉舌 充分反应名义 与县府互信互众协调合作 共同为争取县民福祉而努力 无论无论老资或是新资 今天都是国营团 一时就最高兴的一天 也就是这一年最开心 各位伴同学 将代表的领算 在技术当中 紧接和紧接他们的社会 为民保守 看起于政府的核包 匡政胜任市政 政府政府各项政策 本会休息之间 各位伴同学 担任了民教 和政府機関的共同僑僚 來歡迎我們的民間 幫助民間來開國民間 並所謂以前的主要 以來國民以外同學和聲音一起 來推動民主教育 跟民主主義 共同創作一個完美輔助的議員 來幫助民主教育 尖叫人支持師表示 議會是地方自治中監督憲政 及反義民意建言的重要機關 期許議會能夠配合內政部的政策 逐步落實議事的公開透明化 讓地方的議會運作更正常 順意更透明 會後何議長以及所有議員 在現議會大廳合影留念 見證第19屆的議會行業